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他的脾氣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他的脾氣 哈囉大家好,我是檸檬卷 很多人說大調的歌曲是開心的 小調的歌曲是難過的 那我們可以把開心的歌改成難過的歌嗎? 今天讓我們用實際的例子 來把一首大調的歌曲改成小調吧 前幾天有一個學生問我 胡彥斌在歌唱比賽中 唱黃小胡的沒那麼簡單的改編版 那他改成這樣是小調嗎? 我這邊播一小小段給大家聽聽看 有像剛剛說的聽起來比較難過的感覺嗎? 不過我覺得這首歌的原曲 黃小胡唱的也不是非常開心就是了 但是這的確是一首從大調改變成小調的例子 除了和弦被改成小調之外 他在旋律上也做了一些修改 你知道這是怎麼做到的嗎? 大調歌曲改成小調歌曲有兩種簡單的方法 一個是把音階改成同樣主音的小調 比如說C大調改成C小調 另一個方法是 維持它的旋律不變 但是改變它底下的和聲 變成是它關係小調的和聲 所謂的關係大小調 就指一個大調音階 還有一個小調音階 它們所使用的音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它們開始的主音不同 所以它們的主屬和弦也不同 比如C大調還有A小調 這兩個調是使用完全相同的音 但一般正常C大調的和聲 常會圍繞在它的主屬和弦走來走去 也就是C G7 而A小調的和聲比較會圍繞在它的主屬和弦 也就是Am17在走 也就是說假如有一首歌曲 它的和聲常常是C還有G7 那我就可以幾乎不要改它的旋律 就是把和聲改成Am還有E7 它聽起來就會有小調的感覺 我們來聽這個例子 和聲是C和G7的話 聽起來會是C大調 那和聲是Am和E7的話 它聽起來就會是A小調 如果你仔細聽的話 你就會發現胡彥斌是用我們剛剛講的第二種方式 旋律不變,但是改變底下的和聲 來把這首歌改成小調的 我現在來示範副歌的三種版本 第一次是原版 第二次是修改旋律的方式來把它變成小調 第三次則是旋律不變,但是修改和聲的方式來變成小調 大家可以體會看看這當中有什麼差別喔 首先是原曲 我在這邊把它移到第一大調唱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他的脾氣 過了愛做夢的年紀 轟轟烈烈不如平靜 幸福沒有那麼容易 才會特別讓人著迷 什麼都不懂的年紀 曾經最討喜 所以最開心 曾經 接下來我把原本低大調的旋律改成低小調的旋律 同時也配上適合的和聲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他的脾氣 過了愛做夢的年紀 紅紅紅烈烈烈不如平靜 幸福沒有那麼容易 才會特別讓人著迷 什麼都不懂的年紀 曾經最討喜 所以最開心 再來是旋律保持跟原曲一樣 但是和弦改成B小調的版本 相愛沒有那麼容易 每個人有他的脾氣 過了愛做夢的年紀 紅紅烈烈不如平靜 幸福沒有那麼容易 才會特別讓人著迷 什麼都不懂的年紀 曾經最討喜 所以最開心 曾經 以上就是如何把大調的歌 改成小調的歌的內容 你喜歡哪一種版本呢? 有沒有發現一首歌除了旋律以外 它的和聲也超重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歡的小調歌曲 或者是有其他有名的大調 改成小調的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告訴我喔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最後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我是檸檬卷 掰掰